妳還有帶來其他歌曲嗎 今天剛好是最後一首歌而已 好了 妳還有最後一首歌是不是 今天算是Uncle曲嘛對不對 Uncle曲 妳想表演Uncle曲的話 今天這首Uncle曲的話 是來自 跟我一樣都是姓楊的耶 它是楊澄霖的作品 這首歌是叫什麼名字 這首歌叫做失憶的金 喔 我叫這首歌 對 大家其實 就是知道我久一點 其實會聽過我唱這首歌 就是之前的唱法 然後這首歌很適合我 因為我的記憶力也只有三秒 是因為這樣才選這首歌是不是 沒有 因為我唱完這首歌的時候 當然就有驚慕 可是我真的覺得 如果像剛剛小月有講說 妳之前曾經在這個 不管是妳的社群平台上唱過的話 今天如果妳的帶手機 或是用攝影機 你看真的很多很專業的那種細材耶 妳們錄下來之後 哎呦 對 對 我差點 對 錄下來之後 妳們可以來做個比對一下下 然後來看看之前 跟現在的唱法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其實在這過程當中 妳可以發現小月 她接受了專業的訓練之後 唱出來的歌聲 真的真的有落差 妳看連專業的粉絲 像評審她就說 嗯 真的有差 她之前 我記得這首歌 有一些人是透過這首歌 就是知道過 因為之前聲音比較薄 然後有刻意 沒有沒有有刻意會學到原廠 對對對 然後後來就是在學的時候 老師就有講說 妳一定很喜歡演唱 因為妳的聲音有很多它的音質 對 但是不管怎麼樣 反正我們就是從 其實一開始老師好像都會說 或者是有些人會說 妳可以先從模仿開始 然後漸漸的去找到 妳自己的特色也是可以的 對 在唱歌之前 我覺得還是工商一下 希望大家可以來多多支持一下 我們小月第一張 就是筆心小幸福的EP 就在旁邊 可以尋找我們的光男小太陽 今天有兩位小太陽出現了 今天只要150塊 就可以把這個EP帶回家之外 還送給妳光男 他們的環保購物袋 然後可以來到藍金館的二樓 就是剛新開幕的光男 可以去逛一下 來兌換一下 好 再來把時間交給我們的小月 帶來最後一首歌曲 詩翼的金魚 掌聲鼓勵 謝謝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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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反正今天真的很開心 雖然說《比星小幸福》的EP 在早上一開始就跟大家分享了第一首歌 其他首歌都算是翻唱作品 不過還是跟大家好好地聊一下 然後瞭解一下 好 我們先讓小月休息一下下 謝謝小月 來 感謝您的觀看 請參與我們的贊助計畫 並訂閱我們的頻道 掌握最新影片動態所有影片版權 所有禁止上傳中國網站